因為審核的是中國的方面 我們有去問說 那到底是什麼樣不核 但是我們沒有得到答案 大陸進台灣食品進口 衛福部也不知道 文字哪裡有問題 但陸方註冊審查 七大不過關原因 第一名就是文字不符要求 高達621件 其次是生產許可證499件 企業申請書396件 和產地聲明352件 這四項不符要求 就占96.7% 而其餘三項原因只有36件 是否刻意刁難不得而知 但外傳接下來有更多產品 或產業會被禁 受影響都是食品業 至於食品業以外 我們目前沒有任何訊息 說受到這一類的登記的影響 台酒公司這次有130萬的訂單 被大陸卡單 而據了解他們在華的註冊 這次有三款的產品 分別是啤酒 玉山 高粱酒 以及威士忌 不過有業界的人士指出 其實威士忌儘管是被禁止 但還是能正常出貨 根據了解威士忌非直接銷往大陸 而是走小三通或香港經銷商 才不受影響 國庫署說 台灣酒品銷錄業者中15家已補件 但有8家補了被退 包含金酒 金車和台灣鹽酒 有部分就是目前的了解是沒有補件的意願 不是很方便提供他們被影響的一個情形 到目前為止我們本來3000多家的 現在只有792家可以輸銷中國 而財政部統計台灣去年出口酒水到大陸香港 金額約百億台幣 今年前11個月約40億占比超過四成 今年損失多少營業額得再評估 但經濟部先自救 畢竟食品業多是中小企業 沒有的營運資金和振興貸款 提供信貸8到10成和利息補貼 本來直到今年底也研議明年續半 台灣百家食品業遭進 從農漁產到酒水 下一個輪到誰 兩岸僵局未解 企業就只能被動成為犧牲品 TVBS新聞綜合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